善导大寺诸悦 观无量寿敬诸悦 善导大寺 以教过思维的 及时定情方便 思想意念 必复一振二报 四中庄严 这叫到思维 叫他怎么观 怎么去想 怎么去看 西方世界 一报正报 四中庄严 前面我们读过 往生论上 常讲三种 开后 三种 故土 庄严 佛 佛庄严 菩萨 庄严 你常常想这个 那更详细的呢 十六观经 详细 跟你说十六种 无量寿金 相细 这金从头到尾 四十八品 四十八品 太多了 你就观想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品 这个好啊 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品 变成自己的本月 首先要熟 四十八品念书 念书之后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都能跟四十八品 对应起来 就是相应 那这个我们 念佛里面 就加上观想 真有效果 烦恼稀奇重点 用这个方法 好好 真能舍心 恋心 在一切实 一切经验当中 不散乱 这个是 观经里头的 定情方便 教你怎么个想法 观想 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要多殊胜 常常想佛 常常想极乐世界 常常有心 往生极乐世界 一切法 重新向神 哪有不生 极乐世界的道理呢 现在时间到了 不生平址 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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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通知 很滑 不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